大家推薦誰來參選這次的立法委員 17日花蓮縣信賴台灣之友會成立 賴清德熱情與支持者互鬥 但站在他右邊的總統府發言人 古拉斯卻驚爆 判已婚隨戶布倫 還被對方妻子一撞告上法院 這是一個隨戶愛上總統府發言人的故事 感覺自己好髒 好不搭 不要這樣說 問你喔 為什麼你都不是假日來花蓮 假日 要看行程啊 而且排卵期在前幾天啊 我的MC來了 Lucy沒有了 代號聖母峰 聖母峰就是你 裝備不夠就無法攻頂 聖母峰已被佔領 滿滿的偷情對話 讓人感受到這位綠鷹女將 大膽追愛的勇敢 這起不倫列要回溯到去年的九合一選舉 古拉斯被民進黨徵召參選花蓮縣長 花蓮縣警局在9月下旬 調派李姓員警和他弟弟負責古拉斯為安 其料49歲的古拉斯 竟跟高挑壯碩的李姓員警日久生情 開始了一段相差6歲的姐弟戀 我們一定要將古拉斯送進縣政府 開啟開放政府的心願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在選戰倒數一個月時 兩人開始討論要生孩子 李姓員警分享自己喜歡的電影露西 並幫他們未來的孩子取名Lucy 古拉斯也曾多次表示 我願意跟你有Lucy 甚至在選後古拉斯還配合自己的排卵旗 回花蓮與李姓員警相會 相當認真做人 我一直都很把握跟你在一起的時間 你是我的戰友 是我的聖母峰 只有李姓人登山 要保持心情愉快 享受風景 我到這個年紀若還敢生小孩 也很有Guts 這就是你的Guts 也是我的Guts Lucy 古拉斯拜訓後 回國總統府發言人職位 但她和李姓員警的不倫戀情 並沒有因此結束 兩人不僅相約出遊過夜 甚至在花蓮共逐艾巢 李姓發覺丈夫的異狀 竟然是跟古拉斯有關後 蒐集了兩人的曖昧對話 行車軌跡等證據 向法院提告 才讓這段地下情曝光 愛到情龍的兩人 還會互相分享情歌 有一次李姓員警 分享了趙永華的《相見太晚》 古拉斯則回 《相見太晚》是描寫一個女生 愛上有伴的男生 講白話就是小三唱的歌 知情人士告訴本刊 發覺丈夫異狀的李七 向法院提出高達156頁的 LINE對話記錄 他在訴狀中指控 對話顯示 古拉斯曾告訴李姓員警 我的MC來了 Lucy沒有了 逐漸兩人有性行為 本刊調查 李姓員警與古拉斯 都是阿美族人 李家是長老教會信徒 也是忠誠的民進黨支持者 古拉斯卻介入李姓員警的家庭 讓李姆怒稱 古拉斯是女鬼 九合一大選後 李姓員警的太太 曾在花蓮市一處民宿 途袭檢查 當時這對男女雖不在房間 但理性遠景的紅色背包 靴子 和古拉斯的蜜糖色 皮革單肩包 灰色鴨舌帽 就一起放在房內 戴你的圍巾 有我的圍巾 就好像我在你身邊一樣 對啊 你說過想看我穿靴子 我今天穿了 男人丈夫跟上司高布倫 成為民進黨支持者的李姬 為此怒告總統府發言人 將古拉斯求償一百萬元 華聯地方法院 已在本月受理這起 侵害配偶權官司 我辨出清楚她的婚姻的狀況 我與李姓先生已經沒有聯繫 我和李姓先生